星期日,伊拉克軍隊和遜尼派擊進分子戰鬥 試圖重奪取得北部城市提克里特的控制權 基利組織的分支控制著伊拉克和蘇利亞特北部大片地區 這個組織宣布建立伊斯蘭國家 伊拉克政府發言說,政府軍星昨天晚上完全控制著提克里特大學 軍隊通過空中和地面攻擊從伊拉克與黎凡特伊斯蘭各手中 奪回一些地區的控制權 伊拉克與黎凡特伊斯蘭各在網站上發表錄音的聲明 宣布建國,聲明說 該國領導人巴格克達迪是新的哈里法國領導人 哈里法國是歷史名詞指的是整個穆斯林的主權國家 基利組織領導人在今年較早時 和伊拉克與黎凡特伊斯蘭各斷絕關係 因為這個分支組織拒絕、服從命令 而且又建立哈里法國的理想 和伊拉克與黎凡特伊斯蘭各領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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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共用留滿沼特伊斯蘭多 accounts 細餅 和伊斯蘭各領